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Java项目所在嗨购网上上乘 上次课呢,我们将用户的头像 通过一个文件上传的功能呢 传到了服务期段 同时呢,在页面 我们也显示出来了用户的头像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来完成一个 在电子商务网站里边 比较关键的功能,叫地址管理 因为我们后边呢 在下订单的时候呢,是要求电子商务网站 能够呢,帮我们快递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一个有缺的地址 就非常的关键 那么这个地址管理呢 它本身的逻辑并不复杂 仅仅就是一个单表的增加 里边呢,有一个 用户的ID 作为外件,表示呢,这个地址 是哪个用户的 而在我们这个用户的 地址管理里边呢,有一个 小栏列,希望我们在本次课里边 实现,就是这个地址的 接近下拉框 当我们打开这个地址管理的时候呢 应该在 这三个框里边呢,有相应的选项 跟我们选 那这个选项的实现方式呢 有至少两种 第一种呢,通过服务器端 有三张表 这三张表呢,分别成的是 省、市和区 然后通过R.Cost呢 在表里边进行获取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是直接在客户端呢 将这些数据呢,保存起来 然后呢,我们通过脚本来进行获取 那本次课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第二种方式 我用一个Json的数据呢 来保存地址 这个地址呢 我放到一个单独的Json文件里边 里边呢,包含了国内的所有的省 市以及区 接着呢,有了这么一个单独的Json文件之后呢 我就使用gQuery来动态的产生进行获取 好,那我们呢 来看代码 这个地方呢 我已经将address.js这个文件呢 打开了 这里的数据呢 我们只要看清楚一点 它是一个Json数据 Json呢,现在使用的非常的广泛 大家如果对Json这个格式还不是很熟的话呢 需要大家去补充一下 像我们使用AdjCost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Json 那么这个Json呢 它非常的长 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国内的省市以及区 那我们看清楚这个结构 它最多呢 只分了三层 第一层呢 是里边 这样一个大括号 来组成的一个对象 有很多 那么它组成了一个Json数据 在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内幕 就表示呢 省或者直辖市 比如说像四川 那么就是省 接着呢 有一个CT list 它又是一个节省数据 这里边 就有很多省里边的市 那么在这个市里边呢 又有一个节省数据 那么每一个元素呢 一个是内幕 一个是array list 总共就这么几层 所以大家把这个结构看懂 那么现在呢 我把它引到我们的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刚才我已经打开看过了 就是从用户中心的地址管理这个菜单 点击一下呢 就出现这么一个增加地址的界面 当然增加完了之后呢 上边的地址呢 现在我使用的是静态的数据 因为它是一个demo 后边呢 我们增加成功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已保存的有效地址 就来自于数据库 并且还可以在后边进行一些操作 好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 首先怎么样将这个 集联下拉框呢 给展现出来 我们刚才提到呢 既然我们是一个单独的GS文件 那我们需要用它呢 我们就先把它 引入进来 在这呢 引入一个 script src等于 address.gs gquery呢 已经在base.gs 引入了 我这呢 就不再重复引入 接着呢 我们使用gquery的风格 来写些代码 gquery呢 有一个dollar开头 然后在里边有一个参数 是function 这句话呢 是设置 样式的 就是选中哪一个菜单 那么哪一个就应该显示为这种 巨黄色 所以呢 这个跟我们的功能呢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接在后边呢 写我们自己的功能 首先呢 我应该针对刚才的 这个Json的 变量名 来进行循环 因为它里面每一个元素呢 它都是一个省 或者一个直辖式 所以当我一循环呢 就能够将第一个下拉框的指呢 获取的 节省速度呢 是可以当成一个普通的速度 来进行 循环的 那每循环一次 我们要的呢 是在每一个成员里边的 NAME 这每一个NAME 我要能够获取到 并且放在下拉框里边 所以我就使用呢 这样的代码 我使用一个Dollar函数呢 将一段HTML 转化成一个 结块对象 在中间呢 我就来加上 这里边其中一个 NAME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 下拉框里边的选项 这个选项呢 它的标签就是Option 里边的值呢 就是一个省 或者一个直辖式的名称 接下来 我就可以把它加在 这个下拉框里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拉框呢 把ID拿过来 取一个ID 直接使用 Append 好 有了这一段小循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刷新地质管理的时候 第一个下拉框 会不会出现呢 省份 或者呢 直辖式的名字 好 这里点击呢 没有反应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地址呢 我们少一个JS OK 那么通过一段小循环 我们将来JS 里边所有的 省和式的名字呢 就加到了 这个下拉框里 但是这一段呢 我们还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点击其中一个呢 让能够出现第二个下拉框 里边有选项 跟我们选择 同时当我刚开始 出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它应该也能够 让我出现一个选项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 怎么去实现 那这里呢 当我加了这个值之后呢 我可以 来加上一个 onchange事件 使用欠记 然后呢 我准备一个函数 欠记 就是改变省份的时候呢 需要掉这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呢 它是在改变省份的时候呢 要能够触发的 那我们呢 如果呢 先把它实现的话 它应该首先呢 将 式 这个下拉框里边 所有的 选项 给它清空 接着再想办法呢 往里边加式 我们这个city呢 也要补上一个id 须呢 也是类似的 这是为了 gequery比较方便的 获取它们 那如果我将 city呢 清空之后 那我的下一步呢 肯定是要根据 前面选择的省份 来得到这个省份里边 所有的式 然后呢 循环 给加在这个式 所代表的下拉框里边 那问题的关键就是 我怎么能够获取到 这里选择的省份 进而呢 通过省份 找到这个省份 底下的式呢 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计划 我们在创建完了 option之后呢 我们给option 额外加一个属性 我们得使用 proper 这个省份的下拉框呢 有很多选项 那每一个选项 产生的时候 我就加一个新的属性 叫 cities 接着呢 我就可以将 这一段 它的属性叫 cities list 像这个属性呢 作为option的 一个额外的属性呢 给关联上 那有了这么一句话呢 我们后边就非常方便了 我们就能得到呢 这个省份下边的式 得到下拉框 省份的下拉框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find 来找到选中的option 接着通过 proper 来得到我们之前呢 给添加上的属性cities 那有了这个cities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循环了 这个循环呢 跟刚才我们这个s的循环呢 是一个思路 那每循环一次呢 我也得到一个新的option 加上 cities点 还是name 那同样的 我应该也能得到它的 区 我也把它关联上 叫cities i.errorList i.errorList 关联上这个errorList之后呢 我们就将它加在 这个下拉框里面 好 那么改变了省份呢 我们就需要做这么一段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一个 比如说四川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了四川下边 所有的省份 那同样的 这个上面应该也有相应的事件 不过这个事件呢 我们可以加在 前边 仍然是一个 恩迁迪事件 在改变 是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需要做一些事情 这都是相同的思路 这件事情呢 先将 arrow 清空 接着呢 得到 属性 City里边的 选中的 Option 它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我们额外加的 有了这个属性之后呢 我们接着又来循环 arrow 是点 二 Nence 那么每循环一次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思路 我们产生一个 Option 接着将它放在 arrow 这个下落框里面 好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这有一个undified 我们看哪个地方写错了 至于这个地方呢 它是undified的 那就说明对于这个结构呢 我们还没有写对 这个ErrorList里边呢 就是一个一个字符串了 它就没有更复杂的结构 所以呢 我们直接使用 ErrorS I就可以了 好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呢 我们来切换一下 好 看起来呢 也没有问题 不过呢 当我切换第一个的时候呢 这个第二下落框呢 倒是进行了切换 但是呢 这些数据呢 还是在 同时呢 当我打开这一个页面的时候 这出现了北京 但是后边呢 没有 这个呢 也不太友好 所以我们呢 要做几个改进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除了将省份呢 加在下的框里边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 调用 我们之前的两个小函数 让它呢 先把默认的数据呢 显示出来 这可以看 北京 四下去 东城区 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这个就应该让用户呢 能够选择到 那么第二个小改进呢 就是在 改变省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呢 明确的调用一个 Change City 我们呢 再来看 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 你发现呢 后边两个都会跟着变 因为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呢 这个会跟着变 这个变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到后边这个区 也跟着变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也给它加上 通过这一段 jQuery的使用呢 我们将 锁在地区 这个基地下纳框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那么在我们 上次课来进行增加的时候呢 这些数据 我是直接往 数据库的地址表里边呢 添加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